因為你把它丟出來是一個JAR檔 其實JAR檔是什麼呢 其實JAR檔實際上它就是一個ZIP的檔案 就是壓縮檔 JAR你可以把Rename副檔名改ZIP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解壓縮了 其實你不用Rename也可以按右鍵 你RAR有沒有 你也可以解壓縮啦 那解壓縮出來之後呢 你打開來 它實際上你之前在同的套件裡面的類別 它全部都會放在這邊 全部都一起輸出就對了 反正你寫幾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沒分啦 將來是當然一個套件 裡面它之間基本上都是會有關聯性的 這些類別也許你會是外部類別 會給其他地方串來串去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寫這麼複雜 那它一定是一個class 有沒有 那我們本來撰寫的程式是JARBA檔 再輸出的時候怎麼樣 有沒有JARBA 點JARBA 然後呢 輸出的時候它會幫我們compile成什麼 點class檔 OK 那class就是compile過的結果啦 所以理論上 你是沒辦法打開來看的 但是其實 你可以藉由一些工具 可以 再把它打開來 那我已經裝好了 那個軟體的話就是在哪邊呢 其實在我們補充資料 所以在我們補充資料 在那個雲端裡面補充資料 裡面呢有一個小程式 就是這個 Set up DJ 後面有個刮壺 這三個字應該知道意思嗎 意思就是 把人家compile的東西 再返回來 再變成你看得懂的東西 OK 所以 你裝了這個東西之後 本來看不到的 就變成可以看得到了 有點像什麼 本來看不到的 比如說你有陰陽眼的人就可以看到 看不到 這個好像沒有 好像不太差 就是 本來你看不到的東西 OK 反正意思是知道了 然後 像這個好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到底我剛剛 什麼寫的 或者別人的程式怎麼寫的 你把它點兩下 裝了之後有沒有 點兩下 它會把它打開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的class 它這邊這個是沒有用 因為它這個建構值 它一定會幫你增加 Iverman 對不對 那裡面有個π 會有個這個東西 基本上只是差別這個 因為我講過了 這個你想說 老師這個怎麼會一事變這樣 因為 字串是字圓的模擬 所以它其實是很多個字圓 一個字圓有沒有 unicode開頭 斜線 unicode開頭 所以這個東西裡面代表著 實際上我們是本來是打字上去的 什麼請輸入半徑冒號 那在那個 字圓裡面是用unicode代表 所以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底下還有這些 反正大概知道說怎麼寫的 那只是Stream的話 它會用Stream Builder 就另外一個類別來表示 Stream Builder的好處是比較好串接 但是大概知道它怎麼寫的 所以網路上有太多東西 所以如果你以後 只要是在那個Google裡面找什麼 找比如說那個Google關鍵字叫什麼什麼 JAR小遊戲好了 第一個好像就有了 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進到裡面呢 再去找JAR JAR裡面的 有沒有 你隨便下載一個 下載 記得是JAR有沒有 下載下來的小遊戲 假設我把它下載下來的小遊戲 那你如果把它打開來 按右鍵有沒有 解壓縮 到它這個目錄 打開來你會發現 其實它裡面怎麼寫的 這邊都有A 有沒有 B 有沒有Class 那如果你想知道它怎麼寫的 其實我覺得JAR的保護實在是 非常不是很好 有沒有 就全部看到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遊戲 如果你要進行那個 對 好 後面就不用再講了 再講好像多講了 OK 所以 有沒有 全部都有 OK 看到沒有 不過你們 要用人家的東西之前 你要看得懂 而且至少你總要改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總是可以參考 但是不一定說你抄 真的就是你去知道說 原來它裡面有這些音樂 那有一些圖 那最後怎麼打包起來 然後輸出之後 原來它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其實所有的JAR 以後都可以改成Enjoy 也就是說你當然 這概念是相通的嘛 那你可以把它丟到Enjoy裡面 那以後蓋手機 雖然 Nokia已經四圍了 所以 但是Enjoy Google 我想大概 還可以撐個五年 十年應該是跑不掉的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 可以很多東西可以 講你沒有作品 這裡面當然很多東西可以參考 OK好 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所以剛剛的幾個地方 我剛剛的東西在補充 補充資料裡面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你以後輸出的JAR檔 按右鍵 用RAR其實就可以解壓縮了 其實不用rename 如果你用其他的解壓縮軟 你可能要把它JAR有沒有 改成VIP 它是一個壓縮檔 裡面的東西看到了 打開來 如果你要看 就點兩下 其實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靠那個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參考的東西太多了 因為假設人家給你的 只要這個 你Google JAR太多了 一樓框 包山包海什麼都有 那只是可惜就是JAR檔的那個 它的保護實在 保護的機制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到的話 它其實感覺上脂肪均質 那OK 那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們有需要去參考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好